联主会的利率政策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了 就是告诉大家未来不会生息了 但是要降息的话呢 现在预估明年可能降息三次 整个市场的结构在大转变 下个礼拜开始 外资因为要放假会逐渐退出这个市场 新的主流一定会再度浮现 我们从道琼跟科技股做个比较 答案就在里面了 西光子 COAS AI软体股 生计航运都是我们的标的 选什么 请留意我们的台股新攻略 也欢迎投资朋友加入我们的会员影音 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股去年代老师 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看 今天涨180几点17500点过了 现在看2万点1万8都没有问题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这个没有那么快 1万8可能在500点 那我说过嘛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 那这个里程呢 是马上就开始标 因为美国股市突然间急落尾盘 不过你注意看那个内容 虽然说都涨1%多 但是它的内容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慢慢来分析 我认为不是空头 我已经跟大家讲不会是空头 那这个你说就是会一路大涨 你看今天的日本股市盘中差点跌1% 我刚才看收盘跌0.7% 那如果跟韩国股市说韩国股市涨1% 韩国股市位阶很低啊 韩国股市位阶很低啊 可是整个全世界的股市是不一样 它内容是在做转变的 那这个我们台湾台北股市会在这一次 大家就说我再强调一次 我讲一遍 我都每一次利率会 我都跟你讲 利率会的那一天 的台北跟全世界股市啊 欧洲股市今天也会涨 但只有一天 它是涨 那一天你不能把它只能当做参考 因为美国股市拉这个尾盘啊 因为它讲完了就快三点了啊 那再两个小时就收盘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避险的作用 比如说有空单的就去买多 把它hold住 有多单的就是买空单 把它hold住 就是这种做法 所以真的要在下个礼拜 才开始完全解读 解读对啊 你这个 这个是 这个有利多头吗 还是连准备讲的话里面有什么窍门啊 对不对 其实他还是有强调说 还是要维持 看市场的需求做紧缩啦 等等之类的 不过 因为你看那个利率点证图 所有的委员都是 都是把利率下修 他就是要降息嘛 就是要降息啦 那个利率点证图是由那个投票委员 那个委员有没有 把他自己认为未来的明年一月 这个下一次的降息 这个明年的的月份啊 就把他认为说可能在哪里 把他点进去 所以以预估来讲 大部分呢 来讲的话 明年可能降息三次 这个叫 所以从那个点证图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那个 那个财经媒体的报道 有没有 他说连准备不升息 但暗示 暗示就从那个点证图来看啊 那16 7个委员 他点出来的 好像大家的利率都看跌 把他加加减减的 大概跌三码左右 75个基点 所以这个叫做暗示 这样懂得意思吗 不升息暗示明年降息 但这个 股票金融市场变化很大了 变化很大了 就好像我刚才说过 这个今天日本股市开高走低 为什么 搞不好就是 下个礼拜就要搞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结束宽松 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 你投票票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只不过我们要看他的内容 股票市场上是看内容 我不会认为是空楼 我跟你讲 我也不认为说高点会一直 每天这样两百点三百点去 没可能啊 这样对大家才没有好处 但这一波行情涨上来 那个内容是在变化的 内容是在变化的 变化才是最重要 我们看的是内容 那好 那感谢大家的赞跟分享 那一样 你有任何疑问 因为开始要 开始进入抢红包行情了 今天除外 今天可能 排队上来看不出什么端倪 但是今天金融股涨上来 金融股涨幅啊 今天最主要是台积电的关系 不然其实科技股 电子股也是涨涨跌跌 没有想象说 都是集中在电子股 你看今天金融股涨很多 这个表示说结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 同时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今年其实创历史新高 大家我们来看稻穷 因为稻穷是领先创历史新高 稻穷 那创历史新高 明年前半年不见的是好事 按照以往的经验 那今年大涨大涨 明年不见的会大涨 因为今年 今年国际股市是大涨的 一年啊 那个标普涨二三十%是很吓人的 一年啊 一年当中 从年初年到年涨二三十% 它是很吓人 这不可思议的啊 不可思议的啊 在历年来 这百年来 都很少见到这种情形 那你大涨之后 明年啊 顶多是小涨而已 但是要马上变成空方也不容易 顶多是小涨而已 不会像今年再涨二三十% 所以里面的内容一定会变 特别人你应该知道说 如果当年飙涨的股票 第二年通常都不会涨 这就股市就是一样 因为很简单嘛 就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股市 在新的一年要到了 他们的基金经理 要开始做明年的规划 我甚至看到美国 美国有十几个重量级的 这个分析师 把那个美国那个硬碟啊 那个叫西节啊 排名明年最会重挫的股票 你实际上 低润的记忆体啊 或者硬碟这些 照理说跟着市场上的AI 应该很好啊 居然认为很差 这些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 我想它涨很多 明年就不见得涨那个族群 这是惯性 特别人印象中 我们看到红达店啊 一年年涨了十倍 第二年看就小红啊 然后你看到国具啊 国具我去从一百两百 慢慢做 我这两三百才开始做 后来到一千块 一次十倍 后来就小红了 都有这样的经验 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要注意哦 今年涨很多了 明年不见得会涨 这是股市的一个惯性 因为市场上 就领先在前发动 领先在前发动 我们家我刚才说过 指数一年涨二三十% 这个在美国 百年来的历史当中 单纯于指数来讲 就很难了 标普就很难了 那大利基点 明年呢 还有呢 我说过降息啊 这个我们之后再提好了 现在真的要遇到降息 开始要降息 我们再来提 降息有时候 大部分都不是好事 但是降息对黄金最好 好 当然这个我之前讲过了 好用LINE回答 好戏才要开始 那当然 我说过 你这个礼拜 因为联准会利率会议 所以我们礼拜二录的 跟明天要录的 会员影音啊 都是 就是在联准会 确定不升息的动作 做完之后 新的主流要跑出来 新的主流要跑出来 不要忘了哦 下个礼拜开始 外资就要慢慢的去收价了 就要去收价了 这叫做业内主力盘的红包行情 好 那这个刚刚好 我们来从美股来看 其实美国股市很多都是 低档飙涨的 低档飙涨的哦 好 那希望职位来填表 那你要联络到 我们要联络到你本人 才能够把你开权限 这个这个 你觉得老师好像不怎么样 你最近行情 涨一天跌一天啊 老师我不要看你的影音啊 没有可能会探情啊 不要灰心 我都跟大家预告过了 联准会的前后那一两天 看不出主流的 但是可以闻出一些端倪 尤其在台湾 因为台湾慢半拍 台湾慢半拍 好 把表填一填 填一填 把该填的 这填一填 这个底下 我们的影片底下这个填 这个填碗提交 那填的时候仔细一下 对 那你填碗的时候 对不对 你不用急 我们会员会协助你开通这个权限 这个叫会员影音嘛 每个礼拜二礼拜五制作的嘛 会员影音 就是会员啊 所以你资料填好 我们就可以 你可以看了 这样子 帮你开通一下 好 我还是强调 这个还没有变 这个还在时间范围之内 这个还在时间范围之内 我说就是联准会 就是下个礼拜嘛 开始 开始是结构转变 还是指数变化 但是不会是空头 不会是空头 好 这是道琼的月线 道琼 然后呢 这个道琼 我今天用月线 那你看这些点 都是创历史新高点 我们就不用那么多 就最近这几年了 你看那创历史新高的 是月线 一根就代表一个 都下跌 创历史高的时候都下跌 而且都在年底 创历史新高 隔年就下跌 年底创新高就下跌 有没有 这个也是 这是震荡 震荡 它是这个前两年 有没有 这是年底 创历史新高 11 12月开始创历史新高 隔年就大跌了 就比方说 创历史新高 你看这个 这个是第二样的历史新高 这个是这边 这边往这边推的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下跌 历史新高下跌 历史新高开始下跌 你说老师你要用科技股 你没有听懂 这一次创历史新高 是由 道琼来带的 道琼除了 这个苹果没话说 他创历史新高 可是道琼是以蓝筹股 就是原物料 非电子股为主的 这个族群创历史新高 我已经二十几年 很少看到这种现象 一般来讲 我们讲创新高是会 道琼你说 今年领先 那个纳斯达克创新高 可以 可是创历史新高 这种情况 我这二三十 二十几年 还很少看到 因为这二十三十年 全世界是有 是用科技股来 做领导的 通常是 废办最小创历史新高 然后在纳斯达克 创历史新高 然后在标普创历史新高 最后才轮到 道琼创历史新高 这边颠倒 现在道琼创历史新高 标普还没有 纳斯达克也还没有 那这个废办更没有 更有一段距离 对不对 你想一下 这个很奥妙 所以我特别用月线来跟大家讲 过了月线会拉回 所以明年上半年 我任何不见得好太 都好就这样子 过了 你看这个都年底 你看这年份在这边往上推 年底之前创历史新高 第二年都不怎么样 第二年都不怎么样 所以 然后是不是就反映这个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慢慢来 黄金也大涨 这样懂意思吧 这个都有避险的情绪存在 不用急 但是既然这样子 连组 创历史新高 这个当然是多头 只是他会拉回 只是会拉回 懂我意思吧 只是会拉回的幅度就大 这个拉回幅度也很大 只是会拉回 但是我们认为是多头 至少 明年第一季到第二 从现在开始 明年第一季 你就好好的拼 有些小型骨 不动则一动就好几倍 有些东西真的 真的没有基本面 你看美国那个 我随便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好了 没关系 大家都知道美国太阳能 我看一下 这个今年拜登的政策 你看太阳能是跌成这样 那昨天一涨了十几% 最近开始足底上来了 太阳能也好 今年都惨跌 现在开始上来了 那为什么 其实又要回归来他政策 明年美国要选总统 民主党最重要政策 这就是医疗啦 可是如果未来川普当选的话 又有意外了 川普是不要这个什么环保的 拜登是以环保为主的 所以拜登当选那一年 太阳能飙涨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所以结构是很难讲的 那我们刚好进入选举 好 这是道琼的月线 道琼的月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其实这一次更奥妙 我再讲一遍 以往都是 废办 因为废办 这个小众 比较小事 废办创新高 纳斯达克创新高 再标普创新高 然后再 道琼创历史新高 然后 道琼创历史新高 再到回到欧洲股市 德国创历史新高 法国创历史新高 他的顺序是这样子 这一次完全颠倒 很奥妙 再听一遍 废办先涨 创历史新高 再来 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 再来 标普创历史新高 道琼创历史新高 然后再 德国股市创历史新高 法国股市 欧洲市场 再创历史新高 那这一次完全颠倒 德国股市 在前几天 就开始 就创 前几 三四天 四五天 就创历史新高了 然后法国股市 你看 法国股市 也是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创历史新高 之后呢 那才轮到什么 道琼创历史新高 这一次完全颠倒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欧洲市场上 你看LV是权重股 诺和诺德 诺和诺德 那个减肥药的 那个医药大厂 是欧洲第一权重股 德国的排名 德国股市的排名 前几名有爱迪达 什么 什么 汽车类股 什么的 因为它重工业 所以德国都是 矿业股在涨 那德国 欧洲股市 现在又修正了 一个所谓的 AI监管法 第一个拿OpenAI开刀 所以OpenAI认得 只好跟欧洲 那个比较媒体的股票 你要缴费嘛 拿他们东西才可以用 缴费就是一种成本 懂得是吗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是这样子 好 再来看 但是德国股市 你看它不是电子股 德国的眼线 道琼创历史新高 这也是二三十年来 我没有见过的 可见这里是一个 很重要结构的转折 很特殊 陈瑟说注意看 所以这个 这个 FED的联主会利率会议 接下来就很精彩了 好 法国股市创历史新高 都创历史新高 可是没有看到 那斯达克创历史新高 没看到 废办创历史新高 怎么会这样 以往都是他们领先的 这就是跌升反弹的 这就是跌升反弹的 开始进入 这道德运出指数也在动了 好 那斯达克 他并没有创历史新高 没有创历史新高 那备伴也没创历史新高 还有一段距离 这没那么容易的 好 那赵宇这些都属于AI的 好 那标普指数呢 那我说说 他也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不过标指数是讲的 他们怎么样 这个联准会那个点证图 暗示说要降息三次 降息三次 好 那罗素两千 你看补涨上来 力道十足 一口气涨三点三 我这样跟你讲 因为利率高啊 你借贷的成本就高 你要你所有的公司 都会跟银行借钱 你成本那么高 今年很多那个美国公司 都倒闭啊 小股票都倒闭啊 就因为你成本高嘛 对于大型股来讲 那那些涨函 因为资本额大 比较快 台积电 比较不会在乎说 那银行 他借贷的利息高啊 你小公司就 就要借贷利息 要管怎么办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一降息 或者说开始 准备有利率降低的 这个做法的时候 最受力就是之前暴跌 这些暴跌 他现在用标的 三点三八 然后你看罗素两千 你注意看 他的三 他有两千兰股票 当然也有科技股啊 软体什么一大堆都有啊 什么电子股 什么一大堆都有啊 可是他最主要 占他权重 里面最大的 第一 这个就是生技股 跟工业股 跟金融股 并不是明显的科技股 我讲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查 我觉得没有乱讲 那他涨上了 表示说 是这个三个在涨的 这样对吧 所以今天金融股 涨上来了 而且金融股是大涨的 你看那个2882的 今天一根红棒 国泰金 2881 有没有 打错了 有没有 也是整理很久了 今天过創波段高 今天又不是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如果没有涨的话 这个整个信号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一天两天的过程 必须要这样子的 所以不见得是电子股 但是我还特别 跟大家强调 这个小型股里面 它不见得是电子股 但是也有电子股 但都是小型股 或者低价补涨股 罗素2000 罗素2000大涨 罗素2000大涨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 这就是12月7号 前几天的事情 所以市场在欧印 明年降息 你看这句话你就懂了 小盘股就小型股 所以它列出来 是罗素2000的图形 那看当时是12月7号在这里 12月7号在这边 这边 这边 你往前推嘛 今天在炒狂吧 那联总会利率一宣布之后 大家就知道了 那就符合这一句话 有没有 市场上明年降息 小盘股 香伯伯 这张图表 这个是文字图表一起 它列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RUT罗素2000 就是罗素2000 你看它在这边 有没有 在这边 罗素2000 那就在这边 你往前推5号嘛 12月7号嘛 扣掉假日嘛 那今天飙上去 那是不是符合符合这个内容所讲的 明年降息 那你通没有 所以这个 今天搞不好会更强 然后 然后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 这NBI升级前几天的 昨天这一两天跟你讲的 没有动 昨天 前天 这是这三天来的 这边 小掌 小掌 昨天一听说 一说要 开始不升级的 要降级的 他直接跳掌 这快要创一年新高了 一年新高只要过了 就是两年高点了 一年新高就是 差一点点而已 差一点点而已 差一趴 一趴左右就 就创这两年来新高了 一趴 不用多 只要一趴 就今晚上只要再涨一趴 他就创新高了 你看他底下 吉他 其实你涨多少 你眼睛看到这涨四趴 我看到他涨四趴 我没有乱讲吧 那是符合 符合这个 这句话讲的 那符合 这个内容的 那这句话讲什么 就是欧印降息 所以他飙 然后呢 他就是小型管 今年跌很深 那这个如果过了 过了再涨一趴 就变成长线大多头了 全世界 你看你看那个 你看最近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随便讲一档好了 没关系我 立列党 美国因为明年要选举 所以拜登总统 让FDA 大开方便之门 最近啊 不管是减肥药的 等等之类的 都快速通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叫F4 叫C4 他是连续三个C 连续四个C 他代表是连续四个C 你看 代表是连续四个C C4 他就是长期这样子 然后联组会放行 不是联组 FDA 美国食品药业管理局放行 让他快速通关 过了 你看他从两天从一块多 涨到六块多 很多 很多 昨天减肥药还有那个 胃绕道的 什么胃绕道那个 好不好 都本来那个手术 都是跟着减肥 就是以减肥药做中心 那个丹麦的 丹麦第一大厂 诺和乐 现在是欧洲市场上 第一权重股 他在欧洲的这个减肥药 因为他股本较大 长得比较少 其他的减肥药个股 是用标翻天的 所以拜登要选情 所以拜登的主要政策 就是能源跟医疗保健 医疗健保的 所以为了选举 他开始FDA开始放行 其实也没有错 其实说实在这也没有错 这是政策 对不对 这三天的 从小涨到大涨 到大涨 然后这个我再看一下 这跟你讲 这都是最新的 亚马逊谷歌 微软都利用生成是AI 结合云端服务 想彻底要改变医疗保健产业 这个文字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我说过 明年AI还是会动 但AI医疗跟AI是配合着动 但是AI医疗造成全世界的整个膨胀 包括我们郭董虽然退选 不过他强调 他接下来的时间都要花在 这个AI 所谓的医疗方面的 建那个癌症医院什么的 他已经发架好雨了 好 那这个 然后没关系 大家看影片 有没有 这三个大 都利用生成是AI结合 云端服务 刻意改变 AI医疗的产业保险 保险制度 政府在支持他 拜登 好 这是昨天最新的 谷歌为了医疗 注意看 有没有 这些有没有 然后他东西会翻新 他在建立一个人工智慧模型 谷歌 这里有文字 谷歌为医疗保险 推出新的人工 人工智能模型 开始在推了 他昨天更精进的推出新的 这是昨天 昨天出来说 所以这个大涨 所以昨天美国人工医疗概念股 都涨十几% 我们都还没有动 我们都还没有动 都涨十几% 这样懂意思吗 这都是最新的 最新的 最新的 这昨天 好 那还符合他为什么标4%吗 对不对 他就标4%吗 这样懂意思吗 头头慢慢来 你说我们没有动 没有动就是机会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不然台股新工会怎么叫你掌握全世界 对吧 好 那美债就破4.0了 对不对 美元就跌下来 可是很奥妙 这个破 可是这个美元没有破 很奥妙 很奥妙 好 但是呢 黄金就大涨了 一口气涨了 涨2044了 上次这个是小意外来到2152 不过是2044 再来破一次2100就看3000了 所以这些都很奥妙 黄金概念股 我会想到 如果黄金真的如果预期会到3000块的话 降息嘛 降息 昨天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多 就是降息嘛 可能会降息嘛 如果真的降息它涨更多 如果降息啊 因为几次降息都造成全世界股市大跌 它涨更多 那啥意思吧 还没预期降息的时候呢 现在只是预期会降息 它就大涨了 所以2000守住 就是2100 我认为就到3000了 因为一旦降息成40 降息啊 因为全世界 因为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那个经验的基金 只跟你讲过嘛 美国如果降息的话 有时候就是造成股市大跌 那黄金就又更强 所以3000有什么问题 你的黄金概念股 是宝跟你讲 你慢慢摆着 来回答 这个还好嘛 就是这边涨涨跌 这边混而已嘛 有没有 你去看这个图形就知道了 美超委也是这边的压 所以你看广达那些 你说的金业达 等一下银业达就有趣了 美超委是这样 那应用光点 所以美国股市最强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 细光值 再飙高 再飙高 今年以来已经涨了 涨了十倍了 十几倍了 再飙高 那为什么 他现在还是亏损的公司 这个还在亏损 这家公司还在亏损 还是亏损的 未来的主流不怕亏损 或者不怕赚没多少钱 因为他是未来主流 所以他领先给你看 你靠我节目 我最想拿国际股市做比较 你比较这两个 当然这是大股票 这是小股票 这也算 这是中型股票 这是超大型股票 这是大型股 这是中型股 这是小型股 但是他这样子飙高 绝对涨十六% 你说我看不看好西光值 我一定看好 花心光我就给他拼了 没关系 至少我有依据这样讲 我也不是说今天涨停满 今天大力光涨停满 大涨哪给你看 我也不是那种的 我一定要有依据 以及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懂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它代号叫AOI 中文翻译叫应用光电 另外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个叫Anchor 它就是全世界 COWAS的领先指标 我们都知道 COWAS最大中文是谁做的 就是台积电做的 可是你从台积电的股价 你看不出来 因为台积电是晶片 三奈米 这些高阶晶片的代工的 做出来的 有没有 所以你从台积电这个 或者它也是平概股 你从台积电这个股价 里面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是美国 全世界公认 就是COWAS的领先指标 它这样子 可是我们国内那些COWAS 还没动 是不是机会 值得一搏 因为之前 今年 涨过一次COWAS 就是它的因素 财报部怎么样掉下来 处理之后 这又标高 我至少眼见为凭 这一档国有很有名 叫Anchor Anchor 艾克尔 有没有 好 你把它记起来 是不是这个做指标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一样在创新高 美国软体 这里面包含 我跟大家讲 欧洲监管法出来 AI监管法出来的话 大家讲的是 资安的问题 是资安的问题 所以这些AI软体 都包含资安的概念在里面 至少我看得到这个 通常我们在做 国际股这几档做指标 这大型股当然涨不上 可是也没创新高 这个也没创新高 这看起来弱弱的 有没有 但这个是创新高 而且还在飙涨当中 有没有 这个是中型股 创新高 所以我们的西光 我们的那个COWAS 股要长得面去跌下来 因为它跌下来 但是它很快的 又站上新高 所以这跟 最近在讲日月光 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日月光 有没有 3711 有没有 是不是也创新高了 你把它缩小图形 为什么日月光创新高 因为它嘛 艾西风 其实COWAS 就是从风射里面演进成最高阶的 COWAS 所以它是全成COWAS 所以它创新高 日月光当然就是创新高了 但是有更强的 因为日月光上大型股 有小型COWAS的 好 那美国软体股 你看 这个技术线也不一样 所以我敢压 我敢压 我敢压 那这是昨天突然间大涨 这两个大涨 为什么 因为美国开始这些大厂 云端大厂这些 这物联网大厂开始做什么 要抢攻AI智能这一块 那这样美国政府 最近很多动作都叫FDA 很多这个 差不多可以过关了 都让它过关了 减肥药 FDA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很多很多 都很有名的那些药 都沉寂很久 全部都让它过关了 全世界的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有AI做检视 AI这个生成是AI 做检视的话 你在不管你在 医药的进程方面 速度方面都变得加快很多 变得加快很多 台湾这个就是 长家智能都没有动 就这个知识图形 跟他一样 他如果开始动 他动的话 今年涨11% 昨天涨11% 明年可快涨20% 30%就回来这边了 那长家智能就漂亮了 就漂亮了 AI晶片 好那我说过 音乐达这个AI晶片 开始做晶片 微软也做晶片 大家都在做晶片 所以辉达股价就 鸟鸟的了 那如果大家都在晶片 连续两天跳空涨停 没有人买得到啦 只有空头被嘎而已啦 因为他直接跳空 可是投资本就想过 如果连音乐达都开始 做晶片 大家有没有想过 晶片就没有 那个需求的恐慌 懂我意思吧 所以只有音乐达涨啊 你看那个AI三全 有在涨吗 微创聊聊的啊 这如果真的不行啊 明年会更惨哦 因为今年涨过一大堆了 好那我们讲航运股 运价指数 你看这个 今年的航运股啊 都跟中国有关系 因为中国到底有没有复苏 可是中国最近的运价 从一月份 全世界大厂都要开始调高运价了 一调就三成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急运啊 有一个急运指数 最新才开到 大概一两个月前才开 三个月前才开始开通的 这个旗货 欧洲线 你看开始飙上来了 有没有 常常不担心 我就要让他填息 这个一动的话呢 就两成 第一次买小套 后来赚钱 现在也还是小套当中 第二次买小套当中 可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结构才开始在改变而已 好一样哦 这华欣光 这个我昨天跟大家讲 恰特定人是认购 我还是看好 这台湾的细光子概念股 今天是没有涨没有跌 刚好平盘 我觉得他还是指标 他没有动 谁都不用讲啊 什么钱顶啊 什么6285的这个 列入什么中型 100指数 那个什么 奇迹都一样 没有他 就不用 但是有没有机会 我刚才已经跟你看嘛 美国的AA 这个大厂大涨 那这个也是啊 林群啊 都在这边整理而已啊 这个答案就会在明天 或者下礼拜开始正式发效 还有我跟大家讲 全世界大涨生计股 全世界都在大涨生计股 中国这一两天 也开始在大涨生计股了 台湾没有机会吗 台湾没有机会吗 这个下礼拜啊 要转上市 这两天量 来说到极致 你看说到极致 下周转上市 多头必有动作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拭目以待 一样 填表来改变你投资意见 通常我这个表填一填 就是为了下礼拜 联主会利率会议 确定之后 大家有以上一段时间 都不会再有这些问题的 什么股票真的会飙 填表就知道 填表就知道 那也欢迎投资朋友来参加我们 也欢迎投资朋友来参加我们 我想我都拿国际东西来跟你做印证 真正的焦点 从明天到下个礼拜开始 才真正的好行情 你心目中想的股票 跟这个市场上一定 现在不太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的股票 一定会飙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 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